好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记者从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得到的消息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洪河州石平县境内 截至今天上午呢 象群在石平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 目前象群在洪河州石平县武龙镇老熊尖山西侧小范围活动 十四头像均在监测范围之内 从目前的监测来看呢 象群在玉西新平俄山河洪河州石平三地交界的山脊活动 有可能在三地来回的折返 前线指挥部也将根据象群的移动 下一步考虑组织转场至洪河州石平县大桥乡乡政府 三地政府也在加强互动协作 确保安全